兩岸持續對峙 前參謀總長李喜明 提出共軍犯臺三部曲 指中共目標破壞海峽中線的潛規則 藉懲罰性軍事打擊以武制度 透過跨海作戰達成實質占領 建議國軍要強化 不對稱戰略 而此外 美國第七艦隊 日前也發布了新聞照片 美艦在穿越臺海的時候 可以看到國軍駝江級飛彈 巡邏艦也入境 專家就分析了 美方利用臺美軍艦銅框 刻意要向中國傳達政治訊息 中共試圖抹消海峽中線 引發兩岸情勢緊張 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二號示警 這是非常危險的警訊 他提出共軍犯臺三部曲 手要增加機艦繞臺 破壞海峽中線的潛規則 第二步是借懲罰性軍事打擊 以武制度 最終第三步是跨海作戰 達成實質占領 觀察台海現狀 李喜明認為 雙方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升溫 無法只靠軍購解決問題 你不斷地這樣子逼迫我 然後每次據時已告 讓國際社會整個形成一個壓力 你要想辦法把它形成是一個惡霸 我們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你這樣子才能夠成功 我們最大的力量 絕對不是有多少軍艦 有多少武力 我們最大的力量是 全國是不是都能夠團結一致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 這是最大的嚇阻力量 至於台灣面對共軍的勝算 李喜明點出 關鍵在於團結國人 形成嚇阻力量 也要強化不對稱戰力 建議國軍走向機動 靈活 精準 致命 美中持續在台海角力 美國第七艦隊日前發布 提康德羅加級飛彈巡洋艦 穿越台海 照片後方隨行的船艦 外界研判是國軍 陀江級飛彈巡邏艦 軍事專家分析 台美軍艦難得通框 使美方刻意向中國傳達政治訊息 這個照片的構圖 很故意 那故意的就刻意為之 那刻意為之就是彰顯說 第一個美軍在這裡 美軍在哪裡 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我說真的 這個算是一個老式的巡洋艦 不過 不過這些都算是神盾級的巡洋艦 那戰力也是很強的 此外美方還公布 共軍動物2D型飛彈驅逐艦 以及美軍巡洋艦隔海相望 也揭露我國海軍與海巡共同行動 國際關切台海情勢 美日韓國安高層官員2號 在夏威夷舉行三遍會談 不只觸及北韓、烏克蘭情勢 也聚焦台海和平穩定 日本還計劃在台灣附近的南西諸島 加強部署飛彈和電子戰部隊 專家指出 結合國軍反艦飛彈 將有效阻止共軍突破第一島鏈 記者黃子杰、陳柏玉台北報導